欢迎收听9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子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台湾一名高中生到上海旅游之后失踪 台机会呼吁民众 如非必要不要去中国 香港一名男子网上发布 习近平、李家超下台的贴文 承认新的煽动罪判监14个月 北约秘书长说 欧洲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不要重返对俄罗斯的错误 详细新闻内容 台湾一名青年 8月底到上海旅游之后失去音讯 至今已经接近一个月 台湾海机会和海协会联络 暂时未有进一步消息 由指到中国风险极高 如无必要切勿前往 曾经在中国被关押的台湾人 李明哲说 不排除那名青年在不知情下 被误认犯罪 中广正报道 自称郭宇軒的高中同学 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出尋人启示 此同学郭宇軒8月27日 入境中国上海后 原本计划前往合肥 但自此和亲友失去联系 同学和家人以报警处理 郭宇軒姐姐也在贴文下回应表示 郭宇軒到达上海时 还有跟他联络 后来全无音讯 轻易做好最坏打算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回应 传媒提问时证实事件 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 近年发现有越来越多台湾人 在中国旅行就学或者工作产生风险 也不像台湾这么清楚而具体 所以很多的个案发生 都是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换句话讲 风险极高 站在海基会的立场 我们会建议尽量减少 尽量避免风险 而大陆海协会则仍未有回复 曾在中国被失踪 之后被中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的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表示 一般人认为年轻人到中国 不可能涉及政治活动 但中国对国家安全和机密的概念 是无限宽广 可以随意解释 不排除是在不知情下被误认犯罪 他建议如果评估风险后仍然要去 最好不要带台湾的手机 到中国不要随便问当地人天气气候地理等数据 否则有机会被认定刺探国家机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道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下的新煽动罪 再有判刑个案 一名58岁男子承认在社交平台发布煽动信息 据悉字眼包括习近平和李家超下台 被判监14个月 法庭指被告将部分内容配上歌曲影像等 形成洗脑式效果 58岁的被告欧建威 报称无业 他被控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下 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 控罪指他在2024年3月23日到6月19日期间 即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 在YouTube、Facebook和X发布煽动信息 案情指警方进行网上巡逻的时候 发现被告的社交媒体账户 发布共239段具煽动性文字和影像 包括用中文或韩文歌曲 制作音幕影片 但是加插具煽动性陈述的图片 另一类就是在X转发具煽动性陈述的图片 帖文内容包括提出共产党、习近平和李家超下台等 被指意图引起对国家憎恨或藐视 另外有帖文就提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被指意图煽惑他人、不遵守特区法律 被告在今年6月19日被捕 控方透露被告过去有一次 旧煽动罪的定罪记录 辩方求情指 被告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或联系 自2001年35岁的时候失业 23年来都是依靠父亲经济支援和纵援生活 没有什么朋友 被告的贴文回应少得可怜 由于回声室一样 只是被志同道合的人听到想听的内容 并不是要说服他人认同他的理念或政治宣言 国安法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惠德颁判辞时说 维护国家安全是煽动罪的首要目标 法官提到被告透过三个平台发布信息 具有相当传播和深透力 而在三个月内发布200多条的信息 内容明显是挑战国家主权 也多次诋毁和骤骂领导人 特首以及执法部门 目的是挑起他人的离伴和蔑视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法官认为相关的内容虽然只是转载 但被告将部分内容 加工制作配上歌曲影像等 形成洗脑式的效果 如果法律不及早介入 会导致社会再次陷入乱象 至于被告没有刻意隐藏身份下犯案 法官认为代表被告是法律如无物 目无法己 最终以18个月作量迎起点 因为被告曾经在2023年底 牵涉同类罪行被判囚6个月 并且在出狱之后没多久 建立了本案的4个账户犯案 属于家刑因素 构除被告认罪 可以获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 判被告入狱14个月 自由亚洲电台月宇早报导 日行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研究 指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 是最初期的传播点 显示人类是由动物身上感染病毒 有评论说 报告表面上洗脱了病毒 由实验室泄漏的嫌疑 但就质疑研究的样本和方法 科学期刊《细胞》星期四发布一项研究 指由2020年1月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后 从野生动物摊档表面和排水溝 采集到的800多个样本 最终支持人类在武汉市场受感染动物身上感染病毒的假设 剑桥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 詹姆斯伍德表示 这项研究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摊档 是新冠疫情爆发地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 报告的结论在社交媒体印发讨论 有网友认为 这个应该是中共愿意接受的结论 撇清了病毒是由实验室泄露的责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外学者 接受本台访问 质疑相关研究中样本的来源 他认为新冠疫情广泛传播 中共当局始终难逃罪责 法国时评人黄龙蒙在细月报告之后表示 研究人员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有问题 他说石正丽和团队一直进行病毒的增加功能研究 因此外界对实验室泄露病毒的怀疑是合理的 研究就包括在野生动物的病毒上增加新的功能 使它能够直接感染人体的细胞 他们声称这种研究用于预防传染的疫苗 一旦越过科学的伦理边界 这就可能成为生物武器 黄龙蒙说中国政府隐瞒真相 没有向国际社会交出原始数据 很多科学家将新冠病毒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泄漏 包括《华尔街日报》等都曾经揭露 那个实验室曾经隐瞒研究人员 在感染之后秘密就医的事件 他认为各界应该继续追查新冠源头以及问责 回溯疫情之初中国政府甩锅蝙蝠 接着又甩锅给美国及其他国家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推卸责任和隐瞒真相 在中共毁灭了所有证据的情况下 适用于举证导致原则 在中共不能证明他们不是病毒的制造和泄露者时 我们要不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渡他们 并且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溯源 寻求真相其对中共问责 早在2021年2月 德国知名的物理学家罗兰德·维森丹格 透过科学科的研究得出结论 认为新冠病毒99.9%是来自实验室 武汉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事故 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因 而今年7月 美国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 发表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报告 指新冠疫情造成全球2,800万人丧生 但在美国就有110万人死亡 造成超过18亿美元损失 报告直指中国政府是重要责任方 为此对中国当局问责 中国宣布和日本就逐步恢复进口水产达成共识 中国外交部强调并非立即恢复全面进口 又否认是与日前日本男童 在深圳遇袭丧生的惨剧有关 潘家晴报道 日本政府去年8月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污水 中方随即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 并多次谴责反对日方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而香港也跟随禁止来自日本十个都原的水产品进口 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 中日两国主管机关 近期就核污水排海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 达成了四点共识 包括日方明确设实履行国际法义务 尽最大的努力 避免吸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 日方欢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 設立福岐排海关建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 并将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有关国有效参与其中 以及这些参与国的独立取养监测 实验室分析比对得以实施 双方一致同意 持续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妥善处理涉及排放的关切 而中方也将基于科学证据 着手调整有关措施 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不过中方强调 这个不是意味着立即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 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 以科学事实为准绳 以确保安全为前提 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 实施独立取样 并确认结果后 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 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 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 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日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举行电话会谈 就加强有关处理核污水排海的监测达成一致 同意中国等参与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 进行海水等取养 岸田文雄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要求中国立即撤销禁令的立场不变 将透过这次发表共识 推动禁令撤销 香港特区政府暂时就未有就中日达成的共识 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另外中日达成的共识 适逢日本十岁男童在深圳遇袭身亡 引发外界猜测两者是不是有关联 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日双方共识的内容发表的时间 是经过中日双方密集磋商确定 关于日本男童在深圳遇袭的个案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 他说两者没有关联 据报道 周三发生的日本男童案引起在华日本人安全的担忧 在中国一些日本大公司 已经为日本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 提供了搬迁回家的选择权 费用由公司承担 周四 遇袭男童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传出后 有深圳市民 自发前往事发的学校门口献花哀悼 自由亚洲电台 潘家晴报道 即将卸任北约秘书长的斯托尔·腾贝格表示 欧洲应该吸取过去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教训 减低对中国关键产品的依赖 以免犯上同样错误 江永报道 斯托尔·腾贝格是在2014年接任北约秘书长 他透露曾任狼威国防部长 和外交部长的爸爸曾经说过 北约没什么做 谁知自从那一年起 北约面对多项挑战 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克利米亚 全球疫情冲击 中国对印太地区日益强势 以及网络攻击日增 带来联署安全议题 总结长达十年的任期 斯托尔·腾贝格提出五个 必须吸取的教训 首先他强调成员国 必须愿意为和平付出更多代价 其次是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 北约成员国需要防范中国和俄罗斯一样 对欧洲的安全构成挑战 斯托尔·腾贝格认为 欧洲应自力于降低对中国稀土 等贸易依赖 避免再犯依赖俄国能源的战略错误 他又说 在盟国互相降低贸易壁累的同时 应该限制出口先进技术 都潜在敌对国家 欧洲不能够以长期的安全需求为代价 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 去年 中国是欧盟的最大入口伙伴 也都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 欧盟商品出口的第三大伙伴 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 已经存在超过10年 从2011年的1290亿欧元 增长至2023年的2910亿欧元 增长超过一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向阳 江永报道 接着由不止墨 报道几则新闻简讯 7人包括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 被控参与7.21元朗暴动周五续审 辩方力尘各被告案发时 均真诚感出于自卫 保护他人及防止罪案 不构成破坏社会安宁 重新法庭不能将白衣人挑起事端抽起 需考虑各被告当时处境 各方已辞职完毕 案件12月12日裁决 除了林卓廷以外 其余被告均逐准保释 台湾警方在一批标示为沐浴盐的包裹中 发现床有超过10公斤K仔 黑市价值约3000万元新台币 警方拘捕8名涉案人士 当中包括负责领取包裹的一对香港情侣 以及安排两人到台湾犯案的一名香港女子 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周四 被聚楼失望 现场另外还有两名男子聚楼 同样当场死亡 事件一度登上微博热手 多个社交平台更流传截图指刘文杰被两人绑住 从窗户上掉下去当场死亡 那两人亦跟着跳楼自杀 但其后讨论受到限制 鲜宾礁是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新热点 双方舰艇曾多次碰撞 而在中方阻断运送补给的情况下 菲律宾在5日前撤走部署在鲜宾礁的唯一一艘公务船 但现时已改派另一艘船隻前往 继续宣示主权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